今年27种花莲在地植物连结大自然与人的内心状态 霍林县文化局在呼吸Inspire概念展当中 今日起在花莲县石雕博物馆展出 那么三位创作者是以行机、弯生、彩石、呼吸规划四大展区 将植物魅力延伸到餐桌 也邀请民众五感与身心交汇 细细品味慢与呼吸 四大展区与植物共感呼吸 以花莲为起点将在地植物融入设计 花莲县文化局在呼吸Inspire概念展 结合27种花莲在地植物 融入有声语音导览互动 提供收纳信封收集采集的植物 要让民众五感身心交汇 观展后还能带回家增藏 结一起在花莲石雕博物馆预计展出两年时间 原来在都市成长的年轻人来到花莲土地跟植物接触之后 在我们自己特殊的文化底下 让他们觉得他的人才真正的能够呼吸 所以他们用再呼吸这个主题 用这个主视觉 所以待会去看展览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再做植物介绍 而是用不同的艺术的展现的方法 去把他们对于原来来到花莲跟植物接触 对我心灵跟我的灵性的冲击 变成了一个展览的方法来做呈现 跟土地能够连结 跟这一块这一块这方圆之间能够融合 这才能取得身心灵的平衡 所以来到花莲就是一个身心灵平衡 让你非常有内在的修为 以及在内修学习如何跟自己共处 如何跟人共处 如何跟达底共处 邀请摄影师和艺术家赖宜章 Chris Kong 张玉豪 分区发挥个人创意 以行机 弯生 彩石 呼吸为主题 带来有动物骨骸与植物的雕塑 用摄影记录人体和植物的野性 也有影片拍摄记录植物的生长呼吸等作品 甚至将植物魅力延伸至餐桌 期盼带领民众在忙碌的生活中 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满满呼吸 记得讲报言 华人士报导